朋友们好 今天是我们这个课程的最后一课 那么在以前的 不记得在小学还是初中的时候 学过一篇课文叫最后一课 想不到今天我们这个课程 也到了这个 讲最后一课的时候了 我们来看看这个最后一课的这个PVT 好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内容 就是师父冷静门修行在个人 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同一门课呢 很多同学听一个老师讲 但是这个学校肯定是不一样的 这个跟个人的这个悟性和努力程度 是有很大关系的 所以呢在这里跟大家这个说一下 希望大家呢在这个课程结束之后呢 多多总结 然后呢多多实践去动手编程 那么尽量的让自己这个技能 得到这个大幅度的提升 这也是我们每个老师所希望看到的 好我们今天就扯一扯这个Python和其他GUI库 一起介绍 好 今天这个课程就没有学习目标了 因为我们这个课程最后一节已经要结束了 最后一节课呢就不讲新的知识了 首先呢感谢各位同学选择本课程 衷心的感谢各位 其次呢就是希望各位同学跟我一块总结一下 学过的知识 那么 学过的东西呢不要学完就忘了 也不要学完以后用不上 就大家多多总结 然后多多复习 以后呢还会用得着 这样的学习效果是最好的 最后呢恭喜大家完成这个Python初级课程的这个学习 那么这个课程之后呢 大家已经能动手做一些小东西了 那么也不会感觉学完之后什么都没有 因为我们有两个实时代的这个历程跟大家介绍的 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我们都学了什么 我们学了这个PyQt的这个输入输出空间 包括按钮啊 label啊 图片啊 划块 选钮啊 还有弄框啊 等等等等这些 然后呢我们学会了给这个应用程序家菜单栏 加载一些我们这个用户定义的资源 然后编译这些资源 给程序呢 加启动界面 然后呢我们学了各种弹窗啊 这个消息弹窗 警告弹窗 然后错误弹窗 严重错误弹窗 还有这个关于弹窗 还有这个Qt 还包括各种这个输入参数的这个弹窗 比如说点个按钮 弹出一个界面 是这个输入什么身高体重姓名等等等等这些 还包括这个自定义的UI 我们可以自己画一个界面 然后呢 在一定的合适的时候呢 弹出来让用户输入一些信息等等 类似的这些 然后呢我们还介绍了这个Qt的信号语槽 介绍了这个信号语槽这个工作机制 为什么这种机制是好的 那么还介绍了这个Python的这个 就是PyQt的这个信号语槽 与C++版本的这个Qt的信号语槽这个区别 然后呢 我们介绍了如何定义这个PyQt的槽函数 并且绑定到相应的空件上 让这个槽函数 响应这个空件发生出来的这个信号 等等这些 我们还复习了一部分 这个Python的这个基础语法 包括一些核心模块 像OS啊 System啊 然后像Shootel啊 这些文件操作的模块等等 我们还复习了这个多线程 这些都是这个Python基础语法里边的 所以这个不在本课的这个教授范围之内 但是呢 也跟大家一起复习了一下 多线程 还有面对象变成的类 这些等等都是初级学员 可能如果没有基础的话 是看着比较头晕的东西 那么我的课程里呢 带大家复习了一些 但是呢 因为不是主要的这个基础语法课程 所以也没有过多的去提 希望大家呢 谅解 然后呢 我们有两个这个实实在在的这个例子 第一个呢 就是Python操作这个Excel啊 Word啊 是那个 从这个海量的Excel中搜索这个关键词 然后呢 我们还学会用Python操作这个创口设备 学会了用Python录音放音等等这些 我们还介绍了这个百度云云识别的这个实线 虽然我们写的这个程序呢 比商用还差很多 但是呢这些小例子能让我们明白怎么样实现一个Python的GUI程序 怎么样让这个程序啊 怎么样把这个程序跟我们这个用户需求联系结合到一起 那么怎么样把用户的需求分解成我们程序所要实现的这个功能啊 等等类似这些 希望大家在学习了这些之后 不会感觉说啊 这个傅老师在坑我们或者是麦子随便在骗人 啊希望大家学完这些之后啊感觉到自己学到了一些东西 并且知道这个以后自己感觉的学习方向该怎么学习啊 如何去啊获取一些资源如何把这些资源变成自己的这个知识等等 那么我们说了这么多啊 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后面的这个安排啊 我下一个课程呢是一个项目课就是百度语音合成相关的嗯就是在本次课程的最开始跟大家啊 演示的那个体验程序 就是百度语音合成的那个体验程序 但是呢这个项目课呢不仅限于此 因为那个程序呢 之前我做自己做着玩的嗯 有一些地方呢 我不是很满意 比如说他这个每次只能翻译五百字 这个在这个项目课里面呢 我会继续开发让他嗯超越这个字数限制 让他没有字数限制 所以呢会对那个演示的程序进行一些优化升级等等这些操作 那么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呃可以参与这个课程这个课程的录制呢会往后退一腿 因为我最近确实是非常忙 但这个课程最终会呈现给大家 那么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还有就是很多同学关心这个KIVI的这个开发 啊不止一个同学跟我说过这个能不能讲一下KIVI 这个事情呢这个事情 说实话这个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 呃那么这个因为麦子学院 他现在没有这个呃开设KIVI这个课程的这个计划 所以呢虽然很多同学在问 然后呢呃这个课程能不能开或者能不能讲 这个这边呢我也没法给出肯定的回答或者否定的回答 啊这个呃主要是因为KIVI他现在面临着一个很尴尬的问题 就是他还没有被大规模的商用 所以呢这个课别同学比较关心 或者是说呃有那么几十个或者很多同学关心 但是这个到底麦子会不会开这个课我也说不好 那么呃有一个比较折中的办法就是我尽量腾出时间 在我的这个麦子圈里面发一些KIVI相关的这个呃博客 但是我最近确实是时间非常紧 所以呢没办法保证这个写博客的时间呃也希望大家亮解 因为我最近才上面发了那么一两篇文章也是非常短的 因为实在没有时间长篇大陆的去写或者写一个手把手开发KIVI的教程 这个实在是太耗时间了 呃所以呢这个这个很多同学关心这个KIVI的开发呢 这个目前我也没办法啊 啊说这个课程一定能开设或者这个课程一定不能开了 这个确实是呃我不是领导也没法做主啊 所以希望大家体谅嗯然后呢后面我希望大家多关注一下这个开源的确实硬件啊 呃因为他们便宜好用的功能很强大呃有条件的同学我是非常强烈的推荐这个香蕉派的我们大家学Python的话 嗯不管你是做这个呃大数据做互联网还是做这个web开发等等这些 那么我希望大家都关注一点物联网 因为这个毕竟是可以跟每个人的家庭都关联起来了 你回家之后可以搞一些有意思的东西玩一玩 那么因为13.5国家明确提出这个大力推荐这个互联网加 其中就包括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 所以这个物联网在未来的至少13.5期间 它都是一个五年内嘛 它都是一个很很热的东西 所以我强烈推荐大家关注一下 那物联网呢如果硬件基础好的同学可能会说这个单片机加一个网卡就可以了 但是我觉得那个处理能力实在是太弱了 所以我还是强烈推荐这个香蕉派 但是呢香蕉派这个成本确实比单片机加一个网卡这个成本又高一些 不过作为学习之用嘛 这个成本已经算是很低的了 所以我强烈推荐大家体验一下 另外就是一个原因就是学Python的话 你不体验一下这个Linux系统是真的是一个遗憾 这个单词Linux 国外的朋友也发音叫Linux 这个具体的怎么发音我们就不去计较了 但是这个操作系统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操作系统 Python和Prol这些语言最开始的时候呢 也都是在这个Linux系统上诞生的 后来有一些好些人把它移植到这个这个Linux系统上之后 我们才可以在Linux系统上使用 但是它原生就是在Linux系统上诞生的 所以大家如果玩一下香蕉派或者说明派 那上面运行的是Linux系统 就可以直接在上面运行Python 这个是一个很很棒的体验 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希望大家考虑一下我的这个建议啊 不学习不体验一下这个Linux系统的话 确实是一个遗憾 然后呢就是Kiwi这个平台之前也介绍过 全平台覆盖 Windows MacOSX还有这个Linux 还包括安卓和iOS都可以运行Kiwi 完美的支持各种触摸设备 在PC上的效果呢也很赞 缺点就是这个布局太麻烦了 我真是醉了 每一行都要用代码去挑 作为我这种脱放流的话 用这种框架确实是有一些别扭 Kiwi它这个缺点就是布局太麻烦了 并且是中文字体需要特殊的处理 还有就是它的这个 没有经过大规模的商用 所以呢它现在也处于 一个比较尴尬的这个地面 一个局面 因为它是这个完全开源的 所以呢也有不少者 也有不少开发者在用 但是呢毕竟没有商用 所以这个知识上呢会差一些 并且这个中文字体和这个布局的问题呢 其实是不可忽略的 因为它这个会降低我们这个开发速度 但是它这个跨平台特性呢 确实也还不错 写完之后呢稍微处理一下 就可以在其他平台上运行 这个效果也是一样的 所以呢这里我就跟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Kiwi在Windows上运行的这个效果 同学们后退 我又开始发工了 我之前呢写过一个APP 那么在我的PC上运行 然后后来呢我又在Ubuntu下面 把它编译成了一个安卓的安卓的APP 那么运行效果是跟PC上是一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程序 就前面倒入了一堆包 这都是Kiwi的一些空件 什么Button啊 什么这个 什么Box layout 还有这个Screwview啊 就是滑动的那个界面 这就不管它了 不多介绍了 然后点击运行 它这个运行呢是行动比较慢 因为它有个debug界面 还下载一些东西 好 首先用入眼帘的是一幅美女的图片 大家不要看美女 这个APP跟美女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这边呢是 这个主界面呢是一个换算的程序 因为我做的这个 我们一些项目中需要进行一些单元换算 比如说从这个电压换算到这个dbm 这是视频相关的 就是大家可能不太熟 然后怎么从这个功率再换算成这个VPP 然后从这个千瓦换算成什么其他的 这个这个就不管了 这大家可能不太关心 我也不多介绍 这就主要是一个计算的这个功能 然后呢 看这个界面是没有什么特别 但是啊 因为它是支持触摸设备的 所以这鼠标在上面操作的 跟这个手机上触摸屏的操作是一样的 所以呢 作为触摸屏来讲 你肯定想这是可以滑动的 OK 就直接拖过来了 那么这边呢 就是一个通讯的这个界面 啊 TCB IP 因为这个界面呢 这个开发的也很丑 因为我 我自己写的时候也没有人给我做UI 所以我就简单的这么一个布局 然后往里面丢了一堆空间 然后把这个功能先实现了 啊 因为我们着急用这个东西 所以现场调试的时候会用 呃 这是一个 因为服务器还没有开 所以我就不演示了 这个联系到服务器之后呢 会有一堆文物这个信息打印出来 然后也可以发送信息到服务器 然后这个就不管了 然后这个第三页呢 这是个空白 所以大家可以趁机看看这个美女啊 呃 是不是显得很肥啊 是的 呃 这个程序呢 我后来把它打包成这个APK 然后放到这个安卓上运行的 就效果跟真的是一样了 在这个手机上呢 它的效果是这样的 差不多这么宽的屏幕 然后呢 现在看这个美女就很正常 对吧 对 它原来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因为我把它的拖宽了而已 它就看得像胖了不少 但是你把它压回来之后 它就很正常的 呃 这大概是我们手机的那个界面 在手机上这个显示效果就是这样的 一模一样的啊 你拖过来 然后也可以进行通讯 那么手机通讯当然就是用WiFi了 因为它没有这个有线网 然后这是一个历程 呃 我们也用了比较方便 当然虽然非常简单 所以大概也是一个小例子 呃 这个离商用的程度是远去了 对吧 差的太远了 呃 这只是给大家举个例子 当然这个程序我们只是调试来用 然后呢 这个呃 Kiwi它本身也有一些例子 这个我们也看一下 呃 这个例子就是一个触摸屏的 这个记录轨迹的程序 呃 运行一下 启动也是比较慢 启动也是比较慢 然后呢 叫touch tracker 就是记录一下你触摸的位置 当然你在手机上运行这个程序的时候呢 是用手指摸的 但是我们现在只有鼠标 所以呢 就会用鼠标上面滑 啊 每次滑动呢 这个笔的颜色呢 都会有变化 啊 这个颜色是随机的 嗯 它会记录你这个位置 实际上呢 那你再把这个例子加深一点 就可以做成一个小画板 啊 这是挺好玩的 那么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呃 在windows上运行的 和在这个手机上运行效果是基本是一样的 它这个显示呢 我觉得比较有这个科技范儿 就是黑黑的 然后 哈哈 然后呢 还有触摸的这个效果 在pc上呢 也有这个触摸屏的效果 所以呢 还是挺好玩的 嗯 好 这个演示呢 就跟大家说到这 这个呃 大家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找找资料 那我也尽 尽可能的抽时间去写一点教程 但是真的是不敢跟大家保证 因为这个时间确实是太紧了 好 那么这个发工完毕啊 然后课后练习 今天这也没有课后练习 这个课程已经结束了 那同学们 接下来就是你们用你们所学的知识 创造好玩的程序的时候了 呃 我非常期待看到你们的作品 然后也希望大家在这个课程中 呃 能学到一些知识 并且把它们运用起来 到我们实际的这个项目中 呃 最后呢 还是衷心的感谢大家选择本课程 好 今天这个课程呢 就到此结束了 谢谢大家 我们实际上 是有点 我来说的